所以听经重要 听经重要在哪里 明白念佛的道理 为什么要念佛 念佛有什么好处 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 你就不打妄想了 你就会放下万元 这句佛 无上的至宝 宝中至宝 不可思议 一句名号 居足舍大愿望 舍大愿望 引导你 回归极乐 自立立他了 无有穷尽之德 这句话是真实的 一丝好虚妄都没有 所以我们遇到了困难 遇到障碍了 怎么样 别打妄想 不要怨恨人 老老实实念佛 求生进度 众生没有福了 该造大难了 你念佛就生西方了 如果你念佛真心还不走 换一句话说 佛菩萨祖宗要留你在这个世界 救苦救难 这句佛号就是自立的他 就是无穷无尽 无量 无边的殊胜功能 这我们总要懂啊 总要明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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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